公車模擬器 哈囉大家好我是想樣 那今天來到公車模擬器的第三集 今天這集我們要來開的是 第四五關跟第六關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GO 欸三萬七了 那這樣我等一下第四集應該就有機會買車了 然後我們 我們五六集我已經 這一次已經拍過第三遍了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我 平板比較舊版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然後他就一直斷掉一直斷掉 所以拍一拍就 已經拍第三遍了 很累 然後這個 第六關一直65%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然後第五關我們就用 下午然後用好天氣 然後第六關我們再用晚上跟下雨 然後第六關我們再用晚上跟下雨 OK那我們就直接出發 一樣 我們的方向燈 但這樣子一直重入了 我們就 也就更多了 所以我等一下其實可以提前 等於第四集我們就先買車 那我那時候看第七關還是第八關 啊太快了 第七關還是第八關 他好像一定要第二種版本的車 就是第二 欸 欸沒有不是 欸我也忘記他那個是什麼規定 反正好像 那個他有限制車輛的樣子 我說好像 還是他沒有 是我誤會我也不知道 反正那個可能就是 我們第七集 欸不是第七 第七關那一次我可能會搭配 那些不同地圖的車子 不同地圖的關卡來玩 因為我們這樣子 兩關就已經 那個 將近二十分鐘 然後上一集是十五分鐘 這一集多三戰變 可能大概 我那時候我拍過第三次 這一次第三次 然後上兩次好像都 接近二十分鐘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的 第七 七關 我們就是那個第七關 我們就是那個第七關 然後再加上其他的 地圖的 光卡來這樣玩 不然我真的覺得這樣子的話 會太久 這樣子也不太好 OK我們就 欸 沒事啊 剛剛沒事啊 我有剛煞車了 所以我剛就沒按了 結果要超過了 你看目前 第二站而已就三分鐘了 等一下可能要趕一下 趕一下車程 不是這樣太久了 然後我剛在開頭前面說 錄三次 錄這一次第三次很累的原因是 因為 一樣的關卡你玩那麼久 然後呢 真的很會累 因為一樣的關卡你玩那麼久 不是拍片累喔 是玩 玩那麼多 一模一樣的關卡 而且是 是這種長程的 假如第一關第二關可能還好 但是這種長程的 又要玩 玩第三次這樣子 這麼累 尤其是兩關 然後 這一關是六站 下一關是七站 喔 整個玩起來 真的就 很累 希望這次可以成功啊 我覺得拍片主要一開始我 為什麼會拍其實我自己 直到現在我自己都不知道 但就覺得 可能就單純一個興趣啦 我就覺得這個 還蠻好玩的 體驗 然後拍著拍著 現在也 181訂閱了 目前今天是6月30號 但我已經拍到7月了 這個應該是7月 接近底才發片的 那我都習慣提早拍 這樣子就不用趕 OK 按錯了 我剛剛是要看那個 現在 現在的 那個 我要看現在的秒數跟時間 沒關係我等一下再看 5分鐘 5分13秒 可以啦 應該沒問題 Hello 現在已經 第3站了 欸第4站了 轉出去囉 哇 剛剛衝 衝的時候 剛剛按 按那一塊沒插住 那沒辦法我們就直接過來吧 西江 要到第5站 欸第5站好像比較遠 我想說應該差不多就看到那個 紅色的標示了 不過沒想到 我忘記了一件事 因為第5站距離 跟第10站比較遠一點 剛剛又忘記轉了 就這樣吧 沒關係 下次 下次要注意一點 不然這樣子又會扣50塊 兩個 兩個 紅綠的那樣 現在才是50塊啦 還好他是扣25 他扣50的話 真的 會不會扣到 到時候可能變成負的吧 沒有啊不可能 沒知道 當然你再課他有再課的那個 只是 他扣50的話 這樣子會扣太多的 你沒賺 什麼其他的 然後他這樣加是加50 然後扣是扣25 這個其實設定 我們這個設定可以 OK那我們就準備到終點站囉 這個我應該殺 殺住了 對啊可是你看擊殺 這樣子就被扣了 他現在缺點是擊殺 然後車內燈光跟後照 鏡看 這樣整個車內都暗的 然後後照鏡看他有啊 可是他就照不到後面 我忘記開燈了 現在有點暗 我忘記開燈了 現在有點暗 這紅綠燈也好久喔 應該快要到封點站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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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每次紅燈就停了很久 而且最主要是這個還是 已經少兩個紅燈囉 剛剛有點太快了 沒關係我前面回轉 我前面這一條路回轉 我知道火回轉這樣不對 但是在前面我也沒有 沒位子回轉 我們等一下就這樣切過去吧 然後算已經8分鐘了 有點毒啊 遊戲等一下是7站 然後再加上假如真的要每個 黃綠燈 我剛剛不是故意的 我剛剛是 真的是那個開太快 然後就沒注意到 我按R欸拜託 他這個 剛剛Bug喔 欸第二次欸我拍片第二次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拍片 那一次是那個 錄到直接突然沒辦法錄 可是那時候我那個 儲存容量空氣還是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這個系統 他直接斷掉 就會錄這些 好 OK 開門 你在中間站啦 OK 關門 結束啦 9分42秒 第五關 我們賺的錢至少2000吧 有啊 2097 因為我們剛剛那個 超速那些太多了 不是超速啦 應該算是那個 那個叫什麼 闖紅燈 然後那個擊殺那些 還扣了太多 有點沒的 那我們就直接回首頁吧 直接進入到我們的 第六關 喔他這個 有時候有點煩 很久 還沒4萬啊 七十五八十 這個六十我們挑戰一下 欸 等一下我們剛剛是 中午 然後 那個 好天氣嘛 那我們現在是晚上 然後下雨 OK 那我們就出發吧 等一下 這個 大燈跟那個 雨刷 剛忘記開了 全擺 喔第一站很進 這是什麼意思 剛怎麼了嗎 跟你講說我剛明明 地上也沒什麼標示 還為什麼他這樣 不扣了 看 現在一樣 後面有亮前面沒亮 而且那個 也不能控制 哈囉 然後上眼睛十三 十一分三十六 三十八秒 OK 剛滿安 Let's start 準備等出去了 等下要往那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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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了 每次都覺得紅綠燈好糗喔 而且我這個紅綠燈 這個部分我沒有剪輯 我只剪 因為他這個遊戲很常會有那個 跳出來的影片廣告 就是其他遊戲的影片廣告 所以我只剪其他遊戲的影片廣告 而已我沒有剪其他東西 然後所以就你們紅燈真的會有時候會有點不聊 因為你們你們在那邊等的時間我會在等 對 OK 十二分 五十一秒 然後上來才到第二站而已 這好久喔 真希望可以 趕到第三站 等一下我轉錯了 OK OK 七回陣路 現在 十三分五十四秒 喔 拜託這一集一直控制在二十分以內 不然會太久 雖然他有時候廣告延長到時候剪一剪可能就 十九分多了 但我還是希望可以 可能 我整個包括廣告整個拍完是 十八分這樣子 不然真的太久了 全白 前面紅燈 十四分 你看 在十四分三十四秒 欸 這個紅燈沒有全部 我想說我等全部的話 我可以順便看一下那個馬數 左轉的方向燈 準備到第四站了 終於啊 那這樣我們兩 這一集加起來也十三站了 齁 開超多站的 欸我中間 完全沒有按暫停也沒幹嘛 雖然這個有暫停但我也沒按暫停 然後我中間 我中間真的就是直接開始 我剪輯我只要剪廣告而已 整個就是 這一集真的五拍三次真的覺得 喔累 十三站開三次 等於三十九站了 開十九站 雖然跟一般沒辦法比 但是 真的就是 玩模擬器 真的可以體驗到 真的 那種各行各業的辛苦 像上次計程車可能 可能你們覺得 還好 計程車我自己 老實說 我覺得也 真的也還好 因為計程車 載客比較自由 但是客運那種 真的也是 很辛苦 尤其是它長途的 雖然我中間有點偷吃不按定數 就是公交車模擬器那時候 但是真的 你要完全開 要完全全神灌注的話 喔 那個整條路線 真的超慘 對不對 那我們就準備到第六站吧 出發 OK 我剛有看錯嗎 十六分了耶 我還是有兩站 現在已經十六分了 啊 啊 我剛忘記殺了 開門 Hello Hello 那我玩最近 今天第三集了 其實也玩六關了 我其實 已經把缺點 大概都可以跟你們說了 優點的部分 就是景色 然後再來就是 天氣啊 它整個 包括影標板 跟遊戲控制 整個都是很好的 可是缺點就 在於 它沒有後照鏡 有 它有做的 可是它那個 它沒有那個 沒辦法真正照到後面 你看 我左手邊 就是那個 按鈕旁邊 它是 其實是有黑色的 那個後照鏡的 可是它就照不到後面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它車內燈光太過風暗 太過風暗 然後 再來 還有什麼 我剛還 我那時候還說什麼 啊 對 紅燈秒數太久 跟擊殺 這四個 其實缺點真的比較多一點 可是它優點 它是真的超級好的 那種優點 欸 18分4秒可以啊 OK 好啦 那我們就要直接準備回首 YA 第六關 至少有2000多吧 2551 很好 好 那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 這個公車模擬器第三集 就先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訂閱 按讚 按鈴鐺 那各位觀眾 我們就下集再見喔 大家再見 掰掰 我們預備 對 我來比較 Halloween 被關心 五千 五千 你 另外 五千 兩千 五千 兩千 五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